老外 老外这条你会怎么办呢 老外啊 老外太猛了吧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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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岂不是异国恋 因为太远了吧 直接拒绝掉 拒绝 因为我有男朋友 那种老外 帅的球星 拒绝啊 不喜欢老外 那我应该会看好不好看吧 就好看的话 当然就可以啊 答应他 答应他 因为我挺喜欢 那种五官很精致的男孩子 不行呢 我就 就语言天赋太差了 根本不能交 不能交流 拒绝啊 那啥拒绝呢 因为我是中国人呢 为什么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呢 要看他帅不帅 然后呢 帅在说帅的话 看好不好看呀 然后 那就追求我呗 对不起我不能出国 因为我想要在国内啊 因为国内还没有玩够 长得帅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特别有钱的也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喜欢 我也跟他说 拜拜哦 拜拜 下次再见吧 拜拜 因为我不太会说英语 相处一段时间嘛 我觉得可能会先跟他交流 因为我想提高自己的口语可能 我觉得父母认可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的话 然后才会考虑以后的这个事情 我可能会拒绝吧 因为我不是能接受老外的 可能 因为如果真的会追求的话 也会考虑到以后嘛 就扎平可能不太会接受老外 请关注妹子有话说 我在这里等你哦 这就是这个问题 很可怕 你觉得我没有想要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